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集我们就讲自动波 所谓自动波 以前自动波就是自动波 现在因为很多的波箱都是自动的 所以我们要很清楚地说 用Torque Converter 再加恒星齿轮組 我们就叫做传统的AT 很多人都以为恒星齿轮是一个很新的东西 首波是比较厚、比较厚的东西 其实情况不是这样 汽车刚刚发明的时候 的确是波箱是很简单的齿轮組 要整个转移转去转移 只不过是头十多二十年是这样做 当汽车量产,要每人都开到的话 这样的转移车就太难了 所以在一九零几年的时候 已经开始用恒星齿轮做首波 即是说我们仍然有离合器的 仍然需要转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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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速度够时自动转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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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因为它首先要将扭力增加 然后才交给Full Ecoupling去做事 然后后面才是变速的次能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1948年就出现了Torque Converter Torque Converter最初是在火车或者坦克车上的传动 后来军村民用就放在车里 有了Torque Converter之后 自动波的效率就好很多 容易做很多 但是波的数量更少了 最早期用Torque Converter做的自动波 只有两前速 因为有部份工作 Torque Converter 它由Imperter 将扭力交给Turbo 然后推动波箱 如果用不完扭力 它会交给Stata去改变方向 再产生动力给Imperter 这样循环使用 所以它是有扭力增益的功能 所以不需要那么多段的变速 从1950年代至1960年 甚至1970年 波箱的变化 都是由2前速 变到3前速 到1970年代 才有所谓的4前速波箱 而4前速波箱 一直维持了很久 大家都觉得够用 直到有了燃油危机 排放的要求 大家觉得 我需要把引擎的设计改变 要省油些 排放少些 而波箱是帮到手的 你的段数越高 波箱效率越好 所谓的行星齿轮 其实有三大部分 中间的我们叫太阳齿 围绕着太阳齿 我们有几个行星齿 而外面 我们有一个 环齿 或者叫Ring Gear 行星齿轮 有两个特性 第一 就是如果 两个input 固定了之后 第三个 就走不出的变化 我们可以当作是output 第二个特性 就是如果 其中两样东西 哪一样都可以 其中两样东西 它们的相对速度 是没有变化 即是它们鎖在一起 第三个 都会鎖在一起 你记住这两样东西 后面的千变万化 都走不出这里了 例如 举个例子 我们现在 抓住外面的Ring Gear 绿色的部分 固定了它 不要动 如果我们的新技能一转 这四个小行星 就会跟着它转 因为这里的齿轮 连着 由于它转 但是它跟外面的Ring 又连着 但是Ring 被我们抓住了 所以 这里一转 小行星 跟着转 整个行星的环 就会跟着走 如果我们 抓住了 行星环 不让四个小行星转 我们去转 新技能 会出现了什么 因为 这个环 整个不准动 新技能转 但是小行星 它可以自转 结果 小行星的自转 就会令到外面 绿色的Ring 就会相反地转 如果我们把绿色的Ring 和黄色的小行星 固定在一起 这样走 太阳子 新技能转 就会跟着它们一起走 我们有了这个 基本的概念之后 我们就可以想想 如何把它变成一个 很多段的波箱 我们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 三前触波箱 动力是由这边输入 即是引擎 托车 托车 这边是输出 输出 我们是用第二个行星尺 用第二个行星尺 去做输出 这里有波箱银 你看到我们有四个 托车 这些托车 是透过液压 去推动 去锁不同的托车 去得到不同的动力路线 做一波的时候 我们怎么做呢 一波的时候 我们就将C2 和C4 锁住 C2 很简单 我们由引擎 拿动力过来 当然 C4 就是将这个托车 托车 托车 是同波箱银 固定 锁住了 我们刚才在解释 这个工作原理的时候 我们学过了 当你锁住这个托车 托车 如果你转过新托车 托车 托车 就会慢慢转 减了几倍速度 这个时候 我们就得到一个一波 其他这些没有锁住 没有锁住 你不用管它 因为 我们没有限制 三样东西 新托车 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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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有限制 其中一两样 你怎么转 它都没有做事 当我二波的时候 我怎么做呢 二波呢 我们当然要比一波快一点 刚才说的 一波就是这个转 这个 然后慢慢转 如果我想办法令到 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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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便可以 帮忙加快了 Panetary Carrier 怎么做呢 我们就把二和三 托车 托车 二一样 我们动力来自 引擎 三 今次托车 四是放松的 托车 你发觉 和刚才托车 四的功效是一样的 就是令到这个Panetary Carrier 得到的速度 速度是比新转车 但是它的结构就是 有点不同 它将Panetary Gear 转速 接驳了上去 前面那一只 的Ring Gear 于是乎 我们看看第一只 是什么事 新转车 继续转 现在的Ring Gear 是转了一份 所以你想想 如果我这里抓住它 转这个 它就慢慢转 如果我都要帮忙 转一份 它就转快一点 所以我们就得到二波 三波 我们就把C1 C2 接合了它 这个时候 引擎输入力的转速 一执交给新转车 同一时间 我们交给BZ Panetary Gear 的Carrier 由于 这两个转速 是一样的 所以 这个时候 BZ Panetary Gear Ring Gear 的转速 也是一样的 同时 我们看回AZ Panetary Gear 是怎样的呢 由于 BZ Panetary Gear 的速度 交给A的Ring Gear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知道 Ring Gear A的Ring Gear 跟A的新转速 的速度是一样的 我们讲讲 如果其中两样东西是一样的 第三件也会一样的 所以 AZ的Panetary Carrier 的转速 也会一样的 这个时候 其实 所有的齿轮 是可以看成一个整体 一起转的 就得到一个1比1的Gear 如果你持有自动波 你都知道 你一波的时候 听到一些VV声 那些这样的齿轮声 有时二波都会有的 当我们去到一个1比1的Gear 的时候 你就只听到引擎声 听不到瓦声 原因是因为 这个时候 那些行星子 Panetary Gear 是没有自转 也没有公转 我们这个波箱 其实是一个 很简单的 三前触波箱 今时今日的新波箱 去到八前触 十前触 那个结构 是复杂很多的 甚至乎 输出 有些波箱 不是用Panetary Carrier 有些波箱 甚至是用新Gear 做output 真的是 各式其式 百花齐放的 但是基本原理 都是走不出Panetary Gear 三个零件 互相之间的相对速度